今天是第40个世界粮食日 围绕大国粮仓 节粮 减损 以及全球粮食安全等话题 业内专家表示 中国粮食连年丰收 但仍需居安思危 中国人端人纹 手中饭碗 人人从光盘做起 联合国粮农组织 驻华代表处助理代表张忠军表示 联合国粮农组织 见证了中国对全球粮食安全 乡村发展和扶贫减贫事业 取得的巨大成就 必将为联合国2030年 可持续发展议程相关目标的实现 做出决定性的贡献 数据显示 2019年中国粮食产量 达到13,277亿斤 实现历史性的16联锋 连续5年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人均472公斤的粮食占有量 远高于人均400公斤的 国际粮食安全线 稻谷和小麦两大口粮 自己率达到100% 现有库存超过一年的正常消费量 中国粮食安全完全有保障 中国农业农村部日前宣布 2020年中国秋粮丰收已成定局 全年粮食产量有望高位增产 当前中国粮食生产储备流通能力 持续增强 库存充实储备充足 供给充裕 粮食安全形势持续向好 中国我们只有9%的耕地 6%的淡水 养活了在世界20%的人工 那么中国14亿人粮食有保障 吃饭有保障 这就是对世界粮食安全的一个重要的贡献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表示 从中长期来讲 中国的粮食产需仍将保持仅平衡态势 确保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一刻也不能放松 大力促进节粮减损反对粮食浪费 是新形势下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和增加粮食有效供给的迫切需要 中国在端牢自己饭碗的同时 在减少食物损失和浪费方面做了很多努力 2013年中国发起光盘行动 2016年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发布 今年光盘行动更成为时尚热词 为进一步鼓励节约食物和减少食物浪费 采取了一系列举措 中国提高产量发展农业 是要在保护环境 保护生态的理念下来实现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为这点值得算少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负责任大国 中国始终是维护世界粮食安全的积极力量 中国与粮农组织密切合作 持续向其他发展中国家 分享减贫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 前不久 中国宣布将再次捐资5000万美元 用于支持粮农组织开展南南合作 不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粮食经贸合作关系 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 消除饥饿 实现粮食安全 改善营养状况和促进可持续农业 做出应有贡献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